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活祭的节目时间了 非常高兴 欢迎你的收听 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最近以来 我们一直在探讨有关认同这方面的真理 认同的真理 那我曾经给你解释过 与别人认同 那就是成为与别人一样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与我们认同 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与我们每一个人的认同 那就是于整个堕落的人类中的每一个人认同呢 他被称为是末后的亚当 从亚当的罪而带来的所有的恶果 以及自古以来所有人类所犯的一切的罪恶 都归在了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身上 在以色亚书的第53章第6节 这样说道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恶都归在他身上 你看啊 我们 我们全人类所有的罪恶 我们的叛逆 以及从背叛神而来的一切的罪恶 都归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 在耶稣来与我们认同 那他成为了人类的一份子的时候呢 神叫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丹 神公义的审判 也就是说刑罚就临到了他的身上 他背负了我们众人的罪恶 从而使我们可以接受因为耶稣的顺服 而带来的一切的好处 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 叫我们可以与他认同的道路 我们不但在死亡这件事情上与他联合了 也是在埋葬以及复活上 跟他一起的联合了 直到升迁 到神的宝座前 那么在上次节目时间呢 我们说了一个比喻 是来讲到我们与主认同的这个功效的 我就默想到我们与基督认同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在基督里面 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亡埋葬 就好像是在升降机里头 到达最底下那一层一样的 我们在基督里与他一同的复活 然后又升天 基督去到哪里 我们就与他认同 也就是去到哪里了 就好像在升降机上升时候啊 我们到要去的地方那样 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到哪里去的 我们只是依靠那升降机 对不对 我们同样也是依靠我们的主 靠着他的死 我们与他的认同 借着他的复活 升天 我们与他一起的认同 就复活升天 我们借着信心 踏进了基督里 就好像我们凭着信心 就进入我们日常所用的升降机里头一样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今天我希望借着新月圣经的教训 把这个真理啊 更加透彻的给你解释一下 那首先 我要你跟我一起来看一段圣经 这是以夫所书的第二章四到六节 我们听听圣经是这样说的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那这里的经文当中啊 有一个很重复的词句 接着我们啊 一定要留心呢啊 一定要留心呢 那就是一同 一同 是跟谁一同呢 跟耶稣基督一同 那这正是我们跟耶稣的认同 才带来的这些不同的分别 我们与耶稣认同的时候 这些事情就发生了 那首先发生的是 神使我们活过来 那经文说啊 我们先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 神叫我们活过来 然后他叫我们复活 那第三呢 他叫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 我们跟耶稣一同坐在天上 他的宝座 也就是说他的座位在哪呢 我们也围绕着他的 他是坐在神的宝座上 那么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这些人呢 岂不是也坐在神的宝座上了吗 是的 我们要感谢主啊 因着他的恩典 我们也坐在宝座上 在基督里 那英文把它翻译过来了 英文当中说 我们发觉神是把宝座赐给我们与耶稣的 那这是我们与基督 耶稣一起的一个结果 那紧接着我还希望啊 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五到十八节 跟你解释一下 好 我们首先再听一听这段经文 爱子 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是守生的 在一切被造的以前 因为万有 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 地上的 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或有为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概都是接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 也是靠他而立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手 他是原始 是从实力 首先扶生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 居守卫 那这段经文呢 是有关耶稣的一幅图画了 我们可以看见 关于耶稣的七个事实 那首先 有五个事 关于耶稣的 永恒的真理 我们听一段音乐 然后一个一个来 跟你解释吧 好我们首先来看看 五个有关耶稣的永恒的真理 第一 耶稣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第二 耶稣是守生的 在一切被造之物之前而存在 第三 耶稣创造了万物 第四 耶稣在万有以先 第五 万有都是靠耶稣而立 那么另外还有两个是关耶稣的事实 是有关耶稣为我们而死之后的 那我们来看看 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八节 圣经他这样说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开始 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所以 那么第六 耶稣是教会全体之首了 第七 耶稣是创造一切新的开始的人 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那我们可以这么说吧 死亡是神所用来 孕育一个崭新规律的途径 而耶稣是生于这个新规律的第一个人 他是这个新规律之中的全体的第一个人 那我就想用一个比喻 跟你来分享这个真理 在自然的出生过程当中啊 那通常是孩子的头 首先生出来了 对不对 当孩子的头生出来之后 然后身体就跟着出来了 在属灵的领域里头啊 也是如此的 耶稣是教会的头 借着耶稣的死 他先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当中 然后我们做他的身体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互为肢体嘛 那必然的要跟着他 而进入这个新的领域当中了 以耶稣做我们的头 我们作为他的身体 我们就跟他联合 跟他一同的再生 离开死亡 而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 我们是出死入生的了 借着与他的联合 我们不单只是与他一同的复活 更加的与他一同升上高天 在他荣耀全能的宝座的左右 我们围绕着主 跟他一起享受他的那份的荣美 我真是希望你啊 能够分享得到这一份荣美 好我们来看看 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三到四节 经文是这样说的 愿颂战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见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羞快 不能玷污不能摔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要注意了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啊 我是借着耶稣的死而被重生的 那包括了你 如果说你已经相信了耶稣 那么我们就因着与耶稣认同 而与他同死同埋葬 同复活 他的复活那就是重生 是再生于一个新的规模 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当中 那得到新的生命 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四节那说到 可以得到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不能摔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那所以我们因着与耶稣的认同 就出死入生 就借着耶稣的复活 我们也得到重生 进入了新的生命 新的领域之中 那这个新的规模是完全与别不同的 在以上经文当中啊 就用了三个词来形容这个新的规模 那就是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摔残的基业 这是不会毁坏 不会腐化的 不会被罪污玷污的 这些基业 不会被罪恶的势力所毁坏的 这是多么的美好的一个基业 这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一个动力 这是我们的盼望 好 希望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的分享 能够使我们的灵命得到长进 愿神赐福给你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